荣舌潜移兴道 朝野向河临山 这是一句神都的地形口诀 神都是神州大地之中 十三朝的独城 也是现在的莫名城 它位于三川河谷 作用是109个方 是一个百姓安居乐业 极尽繁华的神势 看看 看到什么了 太平盛世 人间繁华 如果你有机会穿越到 当时的神都落地 一定要先去 那里包罗万象 烟火起始终 是神都最繁华的商业固形 你可以喝胡辣汤 羊肉汤 牛肉汤 体验充满烟火气的洛阳汤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洛阳人 然后这次回到古时候的洛阳 去感受当时的美食 城市的繁荣背后 是有着完整的行政体系 三省六部近在其中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还架空设置了两个非常有特色的机构 联防是圣人耳目 内卫是圣人臂膀 如果你在南市的路上遇到了五四月 那一定是内卫在执行任务 内卫是一支特殊的保护圣人的队伍 必须要圣人信任的人才可以进入到内卫里面 内卫的最近的地方保护着最重要的圣物 也尽心竭力地在守护这座城市 朝天守去 复兵神都 你在街道上碰到的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来自联防 也是最为神秘的机构 联防是一个机密性的一个机关 掌管所有神都城的信息的一个地方 他们在暗中观察着一切的风吹草动 是洛阳城内的神都群众 用现在流行的表达就是人间的电子影 神都知道 那你说会有什么地方能够瞒住那位大理寺 瞒住那方 在繁华的人间背后 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角度 不良景是充满想象力的空间 他们是被神都边缘化过去 被权贵如是受别人牵连 不良景是一个单独的区域 就是属于社会最底层的 他们是不能走上神都见到光日的 比起神都城上的烟火繁华 不良景更多的是阴暗潮湿 荒芜凋敝 看似平静之处必有疯狂之 身透神都多年的春秋道即将卷土而来 你们更应该好好看看这个世界 即将清复的世界 神都中央如何 静待风起洛阳 anique anique